在海军航空大学某团的外场停机坪 三位达到最高飞行年线的领航教官 袁清 高景一 李清 也迎来了专属的停飞仪式 从招飞入伍 毕业留教 再到光荣停飞 他们扎根领航教学岗位 常年坚守在飞行训练一线 平均飞行37年 操作过三种以上机型 即将告别热爱的飞行事业 我内心十分不舍 感谢飞行让我们相遇 感谢部队激励我不断前进 在我停飞之际 希望学员同志们苦练经飞 建功万里海江 最后一次走上战机 带领学员进行综合航行训练 精心辅导学员掌握操作要领 三名领航教官用自己的方式 向战机告别 感谢你们三十多年心情耕耘 祝贺你们安全着陆 感谢组织的培养 感谢战友的帮助 若有干 告避回 一次次的机型改装 一本本的新的体会 都是我在每一次飞行中不断的完善 如今要告别军营 告别战机 告别昔日的战友 不仅思绪万千 飞行训练每一个起落都是作战 带过的每一名学员都历历在目 三十多年间 三位教官数次参加科研试飞 演练 执行重大任务 荣获海军飞行人员精致荣誉奖章 累计代教培养出了百余名领航员 作为年轻空勤学员 我要接过教官手中的接力棒 传承他们 使之海空现身飞行的精神 苦练飞行本领 在海空飞出新的航机